大家好 今天我们利用在美国YouTube上开设的自媒体文明客厅 我们三个人在做一期谈话节目 从这个新闻上讲 叫做欧盟主席冯特莱恩 今天在峰会上说到审判俄罗斯 审判俄罗斯的任务由欧盟负责 我们一定会将侵略者送上海牙法庭 欧盟已经牵头将法庭主要审判员组织完毕 这就是一个机遇 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文明国家的组织 欧盟 他的主席冯特莱恩就讲 要把这个俄罗斯 特别是普京送上海牙法庭审判的 这就是说 以前我们的邓小平理论讲了好多年 他的一个精髓就是抓住机遇 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促进发展 保持稳定 这二字方针到现在我认为也是完全正确的 首先抓住机遇 什么机遇 我们就要抓住国际社会 国际的文明社会 审判俄罗斯的这个机会 来解决我们中国的大问题 就是所谓台湾问题 以后我再给大家讲这事啊 对 就是 首先呢 我们先回顾一下八十年以前 新华日报 他有一段话 他是代表当时的 这个中国的地下党 就是所谓共产党 他在延安出的新华日报 八十年以前 他怎么说的 他说 为什么不搞多党制 怕什么 想来想去 可能怕失去权力 为什么不搞司法独立 恐怕是怕被审判 为什么不搞宪政 怕不能以权谋私 为什么要搞党国 党无非是个社团组织 怎么能代表国家 为什么不搞新闻自由 怕民众不再被愚弄 为什么不搞直接选举 怕做不了官了 1943年 在延安出版的新华日报 一想起来 八十年了 所以今天早晨呢 我的七十年以前的一个老同学 也是老朋友 给我传了一个 这个 一个新闻稿吧 所以请这个 请立峰给念 虽遭全面重挫 习近平难改底线思维 综合一周以来 国际和国内的重要时政 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那就是习近平 虽然遭遇全面重挫 但难改底线思维 这对后世影响深远 国际方面 我完全同意这样一个判断 那就是 卢沙也关于前苏联国家主权的 出格论调引起的强烈反弹 标志着战狼外交的滑铁卢之变 卢沙也不可能是擅自放胆胡言 但为什么习近平要紧急补救 我相信一个根本的原因 就是习近平认识到普京近期 将输掉战争的风险大增 卢沙也虽然按照他原来的旨意实行 形势 却已危及中共对欧外交的 可能全面崩盘 中国最近在联合国的投票 也反映了北京此刻 害怕进一步得罪欧盟的态度 而韩国总统尹熙悦皇 访美的突破性发展 也大大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料 拜登对习近平摆出了 不怕打核战争的强硬姿态 这种强硬态度 两个月以前都是难以想象的 现在拜登看明白了 习近平的日子不比普京强太多 因为习近平在国内也遭遇了极大麻烦 最大的麻烦就是经济复苏 远不如去年 年底解除封城时 许多人所期望的那样强劲 中国财力的亏空 外资信心的动摇 中美对抗风险不断升级 这三个因素相互推动 极大的压制了国内的投资和消费意愿 彻底摧毁了 通过加强内需和经济内循环 来稳住经济的如意算盘 对未来经济走势的悲观预期 如同病毒一样 推动了一场代替新冠的大流行病 习近平的新班底拿不出良策 唯有祈求习近平在外交方面多给国内经济创造一点喘息的空间 但习近平培养的战狼是中共这些年来财大弃出的产物 他们只知战士欺人不懂经济 更不知道中国经济并非如他们想象 是一条永不会沉的大船 因此在中国经济急盛而衰的转折关头 战狼们的言行 与李强代表的经济操盘人发生了直接的冲突 面对内外形势的迅速恶化 习近平是怎么样的态度和策略呢 我的理解是六个月来的形势演变 六个月来的形势演变 比习近平的期望要差很多 从而会迫使他做出重要调整 也将更加强化他一贯的所谓底线思维 这意味着习近平外交内政的调整 总体上只会加速危机爆发 而不是相反 我的依据何在 基本依据就是 习近平无合适之人可用 更没有能力改变国内僵尸般压抑的政治氛围 先说外交 我相信这一次习近平确实想为早日结束俄乌战争 做出实质性贡献 这是他稳住国内经济之急需 为此习近平不可能启用战狼 那么他派往乌克兰的李辉这个职业外交官加俄国通能不如使命吗 我的判断是不能 我猜是防止大饥荒 为此习近平不敢信任地方官员 不敢信任主管部门 而要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 薪水由中央执发 执法不受地方和部门管辖 这支无人能问责的执法队伍的诞生 本身就说明习近平各级政府在危急时刻的作为 已不报任何幻想 那么无人能问责的农管 会不会成为引爆危机突破底线的直接逃活所 无人问这个问题 因为大家都知道答案 好 我刚才讲了 一个是80年以前的新华日报 一个70年以前的 我的老同学给我寄了这么一篇东西 我借着这个机会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还有呢 就是我跟李肃在前两年做的李肃挑战周小正 李肃是什么人呢 李肃是在美国之音工作了近40年的 近30年的一个著名的主持人 他在美国之音主持了一个名牌栏目 叫解密时刻 今天呢 在我那个手机上 又有人给我传过来了 李肃现在人呢 还在美国之音 因为他被美国之音开除了 大概有一两年 后来又回去了 现在他回到美国之音 我估计已经差不多快一年多了 对 一年多了 所以我再给大家这个 想想这事 讲解这事 就是我在前两年跟李肃做了一期节目 专门讨论空军上将刘亚洲 刘亚洲是什么人 刘亚洲是国家主席李先见的女婿 绝对的是一个高贯子弟 我们中国的国家主席有几个 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政 祝亚不是建国 建国我们从唐宋明清 我们已经建国了好几千年了 只能说他建政 建政呢 他有一个第一个主席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主席毛泽东同志 简称毛主席 同时他又是共产党的主席 叫毛主席 毛主席死了 又出了一个主席 叫华国锋主席 华国锋到任了 不是话我说错了 就是这个毛东主席 跟他并列的一个主席 叫刘少奇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 刘少奇同志 叫刘主席 当时在我们的上中学的时候 我们的课堂上 前面放了两个主席像 一个就是毛主席的画像 一个就是刘少奇 刘主席的画像 所以我们很小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这事 后来刘少奇被干掉 把他打成叛徒内津公贼 永远开出党 还得打翻在地 再踏上一万只脚 让他勇士不得翻身 刘少奇被毛东整死 后来毛东一死 不到一个月 华国锋总理或者叫主席 一举粉刺了四人帮 所以中国又出现了一个主席 那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谁 李先念同志叫李主席 李主席的女婿 就是刘亚洲上将 他是空军上将 曾经是国防大学政委 这个李主席以后 就是杨尚昆 杨主席 杨主席干了一任五年 完了就是 这个江泽民主席 江泽民主席大概干了两任十年 完了就是国家主席 胡锦涛同志 胡主席 现在我们的国家主席 就是习近平同志 这个 在这个美国之音干了有三十多年的 李肃 我们在前两年做了一期 关于刘亚洲的一个话题 今天正好 早晨起来 我一看 我那微信上有了这个文明客厅 有人又给传过来一次 叫重读吧 还是叫什么 重发 当时呢 那有一段我也给大家借这个机会 给念念 就是 刘亚洲 前空军上将 国防大学政委 他就讲 他说革命领袖 鞠躬自尾是可耻的 老百姓盲目崇拜是愚昧的 民主法治 自由平等 限制公权 保护民权 这才是现代公民社会应该追求的美好制度 拒绝这种制度 永远不会成为受世人尊敬的先进的民族 这个民族也不会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这是刘亚洲先生 在2016年4月1号的一个讲话 完了再请周航给你 继续念这个事 就是关于刘亚洲这个讲话 人民不再需要伟大领袖 刘亚洲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什么伟大领袖 曾经有伟大领袖的国家只有那么几个 现代革命的基本目的 就是为了消灭特权 实现社会平等 领导这些革命的领袖 一旦变成了伟大领袖 就意味着革命已经失败了 因为一个至高无上的 可以滋意妄为的新特权又产生了 一个现代国家的领导人 拥有古代帝王一样的特权 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择手段的 把自己变成伟大领袖 因此一个国家如果出现了伟大领袖 绝不是什么好事情 它意味着这个国家的老百姓 肯定要倒大妹了 一旦成为伟大领袖 他就至死不需要交出权力 他的话就是真理 像圣旨一样 所有的人都对他忠心不二 他看谁不服气 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让你下地狱 伟大领袖就是现代帝王的代名词 真正具有高尚情操的现代革命领袖 绝不可能容忍别人把自己捧上天 更不会不择手段的自己把自己捧上天 这是现代革命领袖 与个人野心家之间的根本区别 政治领袖如果在位的时候 就被尊为伟人 那他绝不是真正的伟人 民国成立之初 孙中山乘军舰望福建视察 建博马尾 这时孙中山发现 聚集在一起欢迎他的许多小船 大都悬挂标语称他万岁 孙中山说 万岁一词是封建帝王要臣民这样称呼他的 我们为了反抗这个万岁 许多革命同志抛头颅洒热血 如果我接受这个称呼对得起先烈吗 他要求撤掉这些标语 否则绝不登案 至今世界上发展很好的国家 从来没有什么伟大领袖 最典型的对比就是韩国和朝鲜 从来没听说韩国有什么伟大领袖 而北朝鲜的伟大领袖 已经伟大的没有边际了 发展的结果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同样的土地 同样的民族 天壤之别 北欧是目前世界上贫富差别最小的地区 是最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地区 从没听说北欧的哪个领导人 是什么伟大领袖 以平等为基础的民主制度 和以平等为基础的价值观 远远胜过伟大领袖的英明 和各种雄伟壮丽 美妙动人的主义或思想 残酷的历史经验证明 领袖越伟大 人民越渺小 领袖越伟大 法治越无效 革命领袖一旦变成伟大领袖 它就不再是人民的救星 而会变成人民的灾星 对 这个刘亚洲先生说的这段话 我觉得非常精彩 虽然他现在据说已经被控制自由了 传说还要判断他死刑 当然了我们的观点是 坚决的全面的废除一切性的死刑 但是判刘亚洲死刑这个传说 也是使了我们感到非常的痛苦 因为刘亚洲不是说 他是有什么错误 他不但有没有错误 他有功劳 刚才讲的这段话 说的非常的精彩 但是他即使是所谓红二代 红三代 所谓高贯子俊 所谓用不太确切的词 叫他太子党 但是他呢 也现在遇到一个危险 不是刘亚洲的危险 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被迫着 发出最后的吼声 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这个刘亚洲 现在也到了比较危险的时候 但是关键还不是他一个人 就是这些中国的广大的民众 或者叫做赵民 或者叫人民 或者叫公民 也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所以老大人讨论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实际上很简单 毛泽东一死 我们就安全了 毛泽东干了27年 他在1976年9月9号死了 不到一个月 10月6号 以花博风总理 或者叫主席 还有叶建英元帅 汪东兴 这个中办主任 以他们为几个人 为代表 他们就把四人帮给抓起来了 我们中国就改革开放了 我们中国就有安全了 比如说像我就有十年的种地 我就回到北京 我就开始考大学了 我就开始接受高等教育 中国的广大老百姓 从这个四人帮倒立以后 宣布改革开放 我们就开始吃饱肚子了 很多人也有了房子了 所以说什么叫安全 毛泽东一死 我们就安全 现在的问题就是 习近平一死 我们就有安全 中国的安全 主要的问题就是 习近平什么时候死 或者他下台 或者叫退休 所以我就说 我再给大家念念这一段 所以就是一个名言吧 蒋经国是使得台湾转型的一个重要的领袖人物 他是蒋介石的儿子 蒋经国说 我为什么敢于放弃权力搞民主呢 因为深知中华民族深受权力之害 中华民族深受权力之害 国民党曾经有亲身的体验 多少人为权力死亡 致灾难内战大屠杀 权力虽然有万千好处 如果违反基本人性 把权力还给大众 一切就会和谐 人祸从此不可能 打江山做江山 这是封建社会的逻辑 现代社会主权在民 国家不是一家一性的一个党子 蒋经国先生的总统令 宣布在台湾自1987年7月15零时起 解除戒严 解除报禁 党禁 并留下了不朽的一句话 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只有永远的人民 这就是蒋经国先生 使得我们中国搞的最好的地区 就是中华民国 也就是说台湾地区 或者叫台风金马地区 现在是世界的前列 这个世界有将近200多国家 从它的综合的一个指数比较 由世界银行的报告里写着 中华民国这个地区 就是台风金马地区 在全世界文明国家里头 它属于前谋 大概就是前可能是20名之内 非常的棒 所以我现在呢就在给大家 再说这个敏感问题 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实际上呢 前几 前几 前一个月吧 好像前一天 马英九先生 到大陆来 访问 来祭祖 是吧 马英九先生是 台湾的台大的一个高材生 他曾经留学到美国哈佛大学 他是博士 他长得也很清秀 在大陆的人都管的叫小马哥 小马哥当了八年的中华民国的总统 大概在一两个月以前到大陆来了 小马哥说的挺好 说所谓的一个中国 两部分 一部分是以台风金马 为中华民国 为一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原来是常任理事国 后来被驱逐了 这就扔了一个倒退 所以说台湾中华民国必须得重返联合国 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有两个不符合联合宪章的国家 一个就是俄罗斯 一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驱逐出去 你不符合联合宪章 那就把你驱逐出去 而中华民国必须得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因为中华民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 又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当时蒋介石操作有误 我们叫错误 或者叫失误 或者叫误判 当时违背联合国的决议 把一个创始国 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中华民国给除名了 其实这个事是完全违背联合国的规矩 因为创始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 中华民国有否决权 可是他没有形式否决权 他就默认了 这就是蒋介石为首的当时民国政府的一个失误 也是人类的一个耻辱 你在二战以后 你成立联合国 你有规矩 这个如果要是按照五个常任理事国 每一个国家都有否决权 这个中华民国不可能否决 所以中华民国到现在按照法理 他就是联合国的成员 这是联合国的一个错误 一个失误 所以说这现在接着这个机会 就是借着这个普京大帝或者叫俄罗斯 他侵犯乌克兰 他已经侵犯了400多天了 必然失败 失败之后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 把最欺负中国的俄国 我们原来叫苏联 或者叫沙俄 苏联一直到现在俄罗斯 他占领我们中国的三块土地 一个是北 一个是外东北 一个是外西北 还有外蒙古 这三块地方一共加一块 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像他印度这么大 我们必须得把它 扶正驱邪 正本清源 这块地3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 当然不是俄罗斯的 也不是沙皇的 也不是新沙皇的 也不是苏联的 也不是现在俄罗斯的 所以这件事我们比得引起高的重视 这件事就可以破解台海危机 台海危机就是习近平 他老想去武统台湾发动战争 他不是内战 为什么呢 他要打 他打的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成立112年 是世界上的一个主权国家 这叫侵略 这根本就不叫内战 内战那是你自己在自己打自己叫内战 中华民国比中华人民国和早成立好多年 我们成立了建政还不是国 我们共产党中国建政74年 而中华民国成立国112年 所以我们一定要破解这个问题 怎么破解 就是按照马英九先生的那个话 一个中国两部分把它发展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台风金马 第二部分中国大陆 第三部分就是三外 就是外东北外西北外蒙古 一共三百多万平衡的土地 那就是我们的中国的第三部分 所以我们叫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所以现在的 我的 不是我们这些人的一个共识 就是三个中国 一个一个中国就是112年以前成立的中华民国 一个就是1949年建政的一个所谓共产党中国 或者叫红色中国 第三个就是必须回归的三外 一共是三百多万平衡公里 这就是中国一个中国有三部分 所以马英九说的两部分 对 接着再往前走三部分 这件事必须得让80亿地球人和13亿14亿中国人 还有一亿海外华人充分的认识到 这样就是破解台海的危机的一个办法之一 因为习近平在这儿 无知 无知无能 无情无义 无道无德 无耻无赖 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事 他居然跟俄罗斯的独裁者普京大帝勾结在一起 他就说中俄没有边界问题 就完全就是胡说八道 你怎么就没有啊 他占了我们三百多万平衡土地 而且习近平还在这儿 装腔作势的说 我们要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他说台湾是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你就问外蒙古 还有外西北跟海山外和阔岛 难道就是可以分割的一部分吗 你心里回答 你实数不实数 你三百多万平衡土地 你不要了 你凭什么不要啊 你不要我们要 我们真正的爱国的人 或者说爱中华文明的人 我们要 要了以后怎么办 咱们再以后咱们再讨论 就也就是说习近平这种行为 必须得遭到天谴和人谴 这个小子还不是什么卖国贼 你要说你把这三百万平衡土给卖了 我就把你收多少钱 你说我收一块钱 那你算卖 一分钱你没收 你叫宋国贼习近平 人类的公敌 对不对 你要你要死了 我们就安全了 一来就是国家安全 哪来的国家安全的 你不死我们就没有安全 他在这胡遮挡 他最近又折腾了一个什么 那个农业警察吧 退连环高 农馆 农馆嘛 又来一个农馆了 又管的最好 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他不管管城市 他现在就到农村去搞农馆 就是一整个一反动派 你死了 我们就安全 毛东一死 我们就吃饱了饭 我们就上学 对不对 你死了以后 我们中国就继续 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往前走 我们这四十多年的速度比较高的一个发展 就可以继续能够发展 就这么简单 什么叫安全 你死了我们就安全 跟毛东一样 毛东一死 马上 一个月不到 粉丝是四人帮 我们中国就改革开放 四十多年的发展 大家都有目共睹 所以我就说呢 今天就借着这个文明客厅 这个自媒体 我们在讨论讨论 现在的一个敏感问题 用我这个话 我再给他读一遍 就是欧盟主席冯德莱恩 今天 当然今天这个稿子不是今天写的 今天在峰会上说到 审判俄罗斯 这个任务将由欧盟负责 我们一定将侵略者送上海洋 国际法庭 欧盟已经牵头 将法庭主要审判员组建完毕 这就是机会 我们要抓住机遇 这个机遇 就是一定要把我们这三万 变成我们中国华夏儿女 阎黄子孙的第三部分 我再说一遍 第一部分 台风金马地区 中华民国还在那呢 中华民国是搞得最好的一个国家 当然是一国家 有人说分裂 谁分裂 习近平分裂 你凭什么 你把这三块土地 你刚才说跟俄罗斯 你没有 没有领土争端了 我一再说你没有 我们有 你还在一口一个维护国家的 独立和领土完整 你完整吗 原来我们中国是一个海棠树叶子 是吧 你像在这个元朝的时候 在明朝的时候 在清朝的时候 在中华民国的时候 我们都是一个海棠树叶子 现在变成了一个机 少了这么一大块 少了一个印度这么大的面积 他根本就不知道 不知道 你就 你就 你就是 我一再说 你不知道 因为你就 你小学还没毕业呢 所以你不知道是有情可原的 但现在我们给你补课 让你知道知道 你不要在这胡说八道 还你 你还是维护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 这不都是 正是你说瞎话吗 你维持什么完整了 你说台湾是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我就问你海山委跟那快岛 就是我们可以分割的一部分吗 快岛也刚才给大家讲过 快岛是中国第一大岛 7.2万平方公里 台湾是第二大岛 3.6万 海南岛是第三大岛 3.4万平方公里 第一大岛 第二大岛 第三大岛 这不是中国的领土吗 海山那个快岛跟海山委 海山委是东方的一个明珠 是我爷爷就业的地儿 我爷爷是山东人 我爷爷是山东夜县 现在改成来州市 编成了烟台地区来州市 我年轻 我爷爷年轻的时候 闯关东跟着他们这些山东的老乡们 就到了海山委 所以海山委是我爷爷爷就业的地儿 完了老毛的 现在又原来就是老沙皇新沙皇 把人家海山委关于中国的 这个原住民 给人家杀了将近30万 比南京大毒杀厉害 所以说 海山委 我小时候我听我爷爷说 因为那时候我很小 我估计可能不到5岁 而我有印象 后来我又问了我父亲 还要问我叔叔 问我姑姑他们 他们都说对 所以海山委 对我来讲 对我州下州来讲 有感情 那是我们 那是我们家 我爷爷就业的地儿 海山委是一个东方的不动的港 所以海山委 我们在这有一个 有人跟我们说了一个计划 组织海库 开发委员会 海山委和库业岛 当然还有那个 还有好多地儿 对吧 所以我也跟大家 说说这事 这就是破解 习近平野蛮 他要想 他要想武力犯台 他不是统台 他要犯他 侵犯中华民国 搞得最好的一个地区 台湾地区 这就一彻底的反动 所以当时我们有一个官方的说法 年轻的时候我们都背过多次 叫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第一个胜利 就是把俄罗斯赶出乌克兰 因为乌克兰是正当防备 你俄罗斯是侵犯 乌克兰已经400多天了 他是一个误判 接着一个误判 估计 我估计今年最多明年 乌克兰全境解放 取得乌克兰取得抗俄战争的胜利 相当于我们中国取得了抗俄战争的胜利一样 所以我今天 我就先给大家讲讲这个事 有人说你说话比较急 因为我说起这种事 我比较激动 为什么 我比较愤怒 你在这 明明是破坏人类的和平 破坏国际的新秩序 你在这天天叫唤的 还要武力犯台 完了还支持俄罗斯 支持普京 普京很快 我估计也就是一两年 就进海牙国际法庭 审判作为国际战犯 人类的公敌 所以我说到这我就很气愤 而且很多国人怎么这么糊涂呢 你想想 最欺负我们的 当然不是美国 美国对我们最好 对我们最不好的 当然就是俄国 我们原来在东北 我在东北种了时间地 东北人都知道 管这俄国人叫老毛子 你们去到东北去问问 东北的人 底层人 农民 所以这个老毛子欺负我们中国 已经有 一二百年了 所以我今天呢 签给大家 说的是 有什么不对的地 你们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